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最前线,我是关键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燃烧,体坛备受考验 除了赛事安排大受影响,也陆续传出球星相关人士确诊案例 3月18日,NBAG爆出两届FMAP凯文·杜兰特与三名队友确认罹了新冠肺炎 本期节目将随体坛疫情不断更新各项目与体育名人的最新动态 首先我们来关注奥运方面的内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迅速在全球蔓延 预定今年7月登场的东京奥运是否举办引起揣测 对此,日本手下安倍晋三表示将就办好一场完整的东京奥运 根据NHK的报道,一名日本官员今天表示 日本族企业主席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田屋杏三已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目前已在隔离治疗中 报道指出,田屋在上个月底前往在荷兰举行的欧洲足球联合会会议 在转往美国商谈女子足球国家队的访问赛事宜 回到日本后,就因发烧而缺席了在16号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委员会的会议 怀疑可能染疫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天晚上与七大工业国集团元首紧急视频会议后 就对媒体表示 作为人类战胜新型冠状病毒的证明 七大工业集团,也就是G7 支持东京奥运即博运将以完整的形式举办 不过当记者问到冬奥会何时举办的问题 安倍晋三则没有明确答复 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 日本仍朝着如期举办的方向 与预会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东京奥组委委员会,东京都密切合作,做好筹备工作,期盼奥运会如期举办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升温 但至今日本方面与国际奥会都仍强调今年东京奥运会会如期正常举办 对此曾经帮助加拿大赢得四面女子冰球金牌的黑力表示 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日本安倍晋三在七大工业集团领袖会议后表示 他获得各国支持都要正常举办奥运会 要让大家看到人类能够战胜病毒 美职棒大联盟在延后开幕战最快5月中才会开打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发酵 大联盟官方经疾管中心建议决定二度延迟今年的开幕战 例行在最快开打的时间落在了5月中 先前美国职棒打破零确诊新冠肺炎案例 3月18号再传出同样效力于阳基小联盟的体系的球员 检测结果为阳性成为美职第二例确诊球员 同样NBA的巨星杜兰特也是自爆感染 他成为了NBA最大咖的确诊球星 杜兰特3月18号向美媒证实自己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布鲁克林蓝网队三名队友病毒检测也呈阳性反应 美国职篮NBA巨星杜兰特昨天向美媒证实 自己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布鲁克林蓝网队三名队友病毒检测也呈阳性反应 目前NBA已经有7名球员感染了新冠肺炎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NBA目前有7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其他球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蓝网球团在声明中表示 所有球员和蓝网队随队人员都要求被隔离 仔细检视健康状况并与队一保持密切联系 声明指出蓝网队已通知所有已知曾与染疫球员接触的人士 包括其他的NBA球团 31岁的杜兰特曾在2013年到2014年赛季获选年度最有价值球员 生涯10度入选全明星 4度拿下得分王 2度随金周有势拿下NBA总冠军 杜兰特去年7月从勇士转战蓝网队 与蓝网签下了4年1.64亿美元的肥约 当年他是在季后菜席间右脚阿基里斯剑断裂 复建期长达一年 2019到20赛季开展以来都没有披挂上阵 根据疾控中心建议8周停止活动 NBA的老板则判6月中复赛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局预防中心最新建议 要求未来8周内不要举行超过50人以上的活动 这对NBA所代表的意义就是 主席Adam Silver原本希望停赛一个月后复赛的希望 几乎无望了 那么受到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 NBA决定暂时停赛 并且可能到6月才能恢复进行赛事 根据ESPN知名记者Adrian报道 为了因应赛程的改变 联盟可能会把季后赛改成五战三胜制 在NBA的历史上过去有一段时间 季后赛首轮都是采取五局三胜 直到2003年之后 为了增加比赛场次以提高系列赛的收入 因此才改成每一轮赛制都是七局四胜制 这样的赛制也可以确保 就算是其中一方被横扫 两队至少也都在自家主场 打了两场比赛 昨天篮网被爆出有四名球员确诊 而且其中一名球员还是超级球星杜兰特 让近期和他们交过手的球队更是人心惶惶 如果NBA最快要到六月份才能够重启的话呢 那么也就意味着总冠军赛最快要到八月才能进行 如此一来球员们在赛季结束后几乎无法休息 就要立刻投入到下赛季的训练当中 美国当地时间3月18号 今天联盟理事会和球团代表们也针对此事在电话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除了之前提出过的例行赛缩水为70场之外 也可能将前几轮的季后赛改成五局三胜 不过一切都还未成定论 再来关注橄榄球方面的最新消息 42岁的NFL巨星汤姆布雷迪在宣布将离开老东家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后 很快确定了自己的下一站 根据联盟报道 他将和坦帕湾海盗签约 合约年薪高达3000万美元 汤姆布雷迪拥有一个伟大且杰出的职业生涯 他在2000年以第六轮第199顺位被爱国者给选中 2001年开始成为先发 生涯九次率领球队打进到超级晚 并且成功夺冠了六次 其中四次他还被选为MVP 外界普遍公认他为史上最伟大的四分位 雅虎奇摩表示 昨天布雷迪在自己的社群网站上宣布将会改为离开效力了20年之久的爱国者 当时洛杉矶闪电印第安纳小马田纳西的泰坦等队都传出可能会是汤姆布雷迪的下家 不过海盗队最终开出3000万美元的巨约也打动了布雷迪 再来关注棒球的消息 中信兄弟完成台湾中华指棒二军四连霸 3月18号面对新军魏权龙一分逆差取胜 最后还是靠对手失误 助理教练林薇柱赛后就认为 魏权年轻选手有气势有拼劲 成为几名野手展现破坏力 对于外野手郭天信来说还是有不错的评价 林薇柱说魏权龙从去年组成到冬季联盟 年轻选手进步都是很多的 加上从外面吸收队员目前的状态是不错的 人又多年轻选手又有拼劲气势 当然要加强的地方还是很多 中信兄弟二军2019年在兰浦园区球场有超过7成的胜率 面对打击较弱的龙队向队二军被认为迎面较大 林薇柱表示我们东盟还是打输他们魏权龙 要看投手的发挥 林薇柱表示魏权阵中的刘基红 黄博豪 曾陶荣与郭天信等人都是有破坏力的打者 评价郭天信打击广角快腿守备范围很大 这是魏权回到中职首个完整的球季 比赛经验很嫩 那么林柱就表示会越打越有信心 郭天信4月中旬满20岁 2019年魏权秀惠第三轮指名 他今年打出的成绩是第三轮指名 六棒右外野手先发 四打击打出一支安打敲出一支三阵 希望成为龙队未来的一军战力 也就是成为首发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消息 自从高尔夫球赛打完Commercial Bank卡塔尔名人赛之后 欧巡赛也因新冠肺炎冲击而陷入了停摆的状态 以上就是今天的体谈最前线 我是关键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